柯文哲只有一張嘴啊 就他他自己進比較精確說法是說 有爆料者跟他提供說這件事情 然後有人記者問他說那你證據 他說爆料者會再提供資料 還有這種事 那人家高鴻彎 起碼爆料者提供資料吧 對那我我先談一下宣明志 我覺得宣明志很有趣 他說立法院三分之一委員 都有跟他這樣的互動 那我請問一下宣明志董事長 立法院哪一個委員可以叫你宣霸 只有高鴻安吧 王定宇不會叫他宣霸吧 自己有爸爸我幹嘛叫他宣霸 對啊沒錯嘛對不對 然後呢立法院有哪一個委員 寫了一篇文章之後 會特別問說 這樣是不是符合宣董的期待 好像也只有高鴻安嘛 是啊 其實我覺得宣明志有點 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感覺 就是說你宣明志你欣賞高鴻安 你跟高鴻安關係很好 沒有問題啊 因為你們沒有任何 至少我們到目前為止 沒有查到你跟高鴻安有任何不法的什麼政商關係 政商勾結之類的嘛 那你為什麼特別在直播裡面特別去強調這件事情 如果以這個政治政治的經驗來判斷 這表示說他們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我們還不知道的嘛 對不對 不知道是什麼事情嘛 要不然你幹嘛特別去撇清呢 對 你沒有必要撇清啊 你覺得郭台銘有必要去撇清跟高鴻安的關係嗎 當然現在現在現在郭台銘可能有點後悔他蹦蹦跳跳的去看高鴻安 應該是蠻後悔的 所以我覺得宣明志這個你不用此地無銀三百兩 你就互相就長輩欣賞晚輩 這這沒什麼嘛對不對 而且政治人物跟企業人士本來就會有一些往來啊 這也沒什麼問題啊 只要一切在合法的範圍內 我覺得都ok 這裡面有個問題哦 三分之一立委最好講清楚 是薛明志主動還是立委主動 把名單列出來我們再研究 因為這有游稅法的違法的問題 你如果游稅要依法登記的哦 你要依法登記哦 如果都沒有登記那就是違法 第二個我來講高鴻安 高鴻安前一波因為那個助理費的爭議 他的人設被定位成冠老闆 已經很扣分了 然後司法的問題他以後要去面對哦 那大大多數人是覺得九十一生啊 好那這一波整個從姓平事件 我覺得是真讓他的這個仇恨值哦 大幅的提升 我怎麼說呢 我先把那個來龍去脈講一下 這個辦公室主任是一個男性 他對這個最基層的女助理 先是言語的性騷擾 最後是在立法院中心大樓梯間去抱住他 後來這個女助理受不了了 他就跟因為你知道在職場遇到性騷擾 大多數人第一時間反應是先跟自己的長官報告嘛 對不對哦 他受不了了 受不了之後呢高鴻安都知道 所以高鴻安第一時間是在說謊的 他都知道 他知道之後先叫一個中階的女性的主管 去跟他談 這是四超貓最早丟出來錄音帶 就是說這個事情如果鬧出去 以我的這個辦公室的這個職場經驗就是你 就職位低的走路啦 他正在講說就算是我跟主任有怎麼樣也是我走路 所以包鴻安的辦公室的潛規則就是職位高者可以對為所欲為 就如果職位高的是男性你可以對你底下的女性的屬下為所欲為 你想親他想抱他都沒有關係 因為最後走的都是那個受害者 好再來今天公佈錄音檔更讓人覺得意外的是 一樣一開始是這個高鴻前面其實為什麼四超貓今天會公佈完整的錄音檔 是因為高鴻安你嘴笑嘛 你昨天跟人家嗆四超貓說你那經過剪接嘛 四超貓昨天晚上我跟他同台就很深加說 我我因為他昨天晚上還去找助理他說我如果沒喝醉的話 我就把它全部公佈出來就可能昨天喝多了 到今天早上十一點才公佈 所以高鴻安早上在受訪他並不知道有這個錄音檔 他還不知道所以他還在講說什麼剪接斷章取義 結果人家公佈出來很明顯的那個我們聽得出來 就是立法院中心大樓1001那位辦公室最大的就是高鴻安的聲音 1001就高鴻安嘛對不對 我們也放給大家聽了嘛 大家可以自己判斷你如果高鴻安也不服做聲文比對嘛 好現在問題來了 在今天的錄音檔裡面 證明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高鴻安你跟這個助理談過 你談的事情是想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要他吞下去這件事情 他甚至還講說這個主任 我們警告他之後 他沒有再犯啊有教化之可能啊 高鴻安這句話你留著以後貪污案的時候 你去跟你的法官講 你跟法官講說我高鴻安有教化之可能 看會不會判輕一點 好這個邏輯是什麼 就是說他以前做過很多壞事沒有關係 但是沒有再犯之後 這件事情就就算了 可以這樣嗎 那很多貪污貪污的貪污犯現在被關了說 我在那之後我就再沒貪污過了 你幹嘛判我 我有教化之可能啊 好最後就是四超貓的傍晚我們節目開 開錄前公布了 那高鴻安自己講的話 他全部都知道 而且你知道從這個錄音檔裡面 你看到這個人的人格特質 他把自己的公關形象的重要性 遠勝於一個辦公室基層員工 心理跟生理所受到的傷害更重 對 他他講得很清楚嗎 這件事情如果 出去那我就要道歉嗎 那我也不知道這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且你看在在今天通話裡面 他講那個錄音裡面他說 我又不是法官 我也不想看你們的手機 沒有人要你當法官 但是你可不可以把這件事情 依照性騷擾防治法送到立法院的性平會去 性騷擾防治法是有處理的SOP的 你主管當然主管能處理就主管處理 只要當事人受害者 他覺得這樣處理我可以接受 這個事情就處理了 如果都沒辦法處理的話 你就應該是把這個事情到性平會去 讓性平會來處理 沒有人要你當法官 但是你讓性平會處理 可是你連給你這個助理這個機會都不給 你硬逼他吞下來 所以這助理為什麼他會受不了 而且高黃恩在錄音帶裡面 他講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你就不要把這件事情給我鬧大 對 你反正你受什麼 你受什麼遭遇我不管 反正你不要影響到我就對了 你不要害我去道歉 而且後面有句話說 什麼都是我 他說我告訴你喔 我不想再聽到這件事情 意思是說你給我閉嘴 你不要害到我 你遭遇什麼事還是你家的事 他意思是這樣啊 又請那我請問你 這位加害者 這位辦公室主任 有沒有受到任何懲處 升官呢 沒有耶 連最基本的民事賠償都沒有耶 誇張 那請問立法院有沒有性平會 有啊 而且更誇張的是你知道嗎 今天剛剛那個畫面裡面 大家有沒有注意看 後面他有個布告欄 那布告欄貼了兩張告示 一張是民眾黨黨團的 就是對於職場性騷擾的宣導 然後後面第二張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說如果民眾黨的黨團的成員的助理 遇到性騷擾事件 要打申訴電話 你知道那個申訴電話是誰的分機 你知道嗎 就高宏安的分機 就他辦公室 就他辦公室 他要負責黨團所有性騷擾的申訴 請他整體會拐 結果你自己辦公室 你處理成這個樣子 你覺得他的仇恨怎麼被累積 高宏安是女性 他那個中階的女性主管是女性 結果你們沒有同理心 沒有辦法去同情 去理解一個女性在職場 被他的長官性騷擾的時候 你們竟然沒有幫助他 也就算了 還打壓他 要他硬吞下去 對 最後我再講一個 郭台銘為什麼 我研判他不會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的處理另外一間辦公室 那個是勞資糾紛的 當然那個後來被開除的那個助理 他的主觀認知 他是認為說 他是因為當時這個性騷擾事情 他幫這個同事講話 所以被秋後算帳 所以他被開除掉了 他不是那個也同一個女性主管跟他嗆聲說 你也知道我們老闆 他以前在鴻海當副總理開過公司 後面有三五百個律師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鴻海企業形象影響很大 這話雖然不是高鴻安講的 但是如果不是高鴻安平常喜歡 把這句話當口頭禪 你覺得他的底下的主管 敢這樣子去嗆助理嗎 我覺得鴻海雖然現在郭台銘不是董事長 現在董事長是劉洋偉 鴻海應該講一下吧 我們鴻海律師只幫我們公司 只顧及我們維護我們公司的權益 我們不會去幫離職員工服務喔 你到處去嗆鴻海有三五百個律師 請問你的用意是什麼 你要讓大家怕你嗎 那你覺得這件事情 郭董不會看新聞 他看了新聞說 你也差不多 你在鴻海的時候 我對你好也就算了 你都離職了還嗆我們鴻海 這以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這些事情 都讓高鴻安整個人設大崩壞 仇恨值累積到最高點 那至於說 要不要去投票 會不會投給他 我覺得可能會影響的是一些 還沒有決定的中間選民 他可能要去投票 但是他可能還在幾個候選人之間猶疑 這個會對他們造成關鍵性的影響 有關鍵性的影響